花莲县府六月份的升旗典礼一号在县府大与堂举行 县长徐真卫表扬业务达人还有圆梦团队来肯定同仁们的努力 同时也举行花莲县民房总队新任干部的布达典礼 其免各位新任干部在民房团队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够全力以赴 共创幸福城市美好花莲 电影当中现场许仲会表达义务达人原名处宋兴杰 卫生局李逸臻与梦团队包括建设处建策花莲县ITS 智慧型运输系统智慧交通团队 花莲县智慧交通整合管理系统以及AI行动令技术为主 花莲县警察局花莲分局政策队与花莲地检署合力增破毒品交易暴力案 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精神避免毒品流出市场 提升警察机关的正面形象 花莲县消防局曙光救援花莲最前线 派出花莲分队刘冠英、黄毅豪以及美人分队梁志祺 代表参加东部曙光杯紧急救援竞赛 并一举夺冠展现花莲紧急救援的实力 今天无论是我们刚才表扬的我们的业务大人或员工团队 身为花莲县政府的议员 令的是国家的公团 而我们每一天要解心尽力的 就是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如何创造 让我们的乡亲过得更好 如何在生硬的政策上 如何能够设计出符合乡亲能够知悉 能够天然了来一心实践与生活上的政策去推动 以及我们长久因为时间的累积 让我们在今年在我们台北的私讯展 让花莲整个交通系统能够阳明德国 能够成为台湾的标概 我想这都不是一触格机 这有一些是从工作中 同事中 同侪中 大家集思广益 日经月累 月累的成果 凸显出来 成为一个计划 成为一个方案 所以我要再再再次 感谢刚才所有的圆梦 这个达人以及团队 花莲先民房总队新政干部 包括益勇警察大队大队长陈宇峰 村里社区巡守大队大队长张维明 交通益勇警察中队中队长黄志宏 三地益勇警察万荣队队长古明光 三地益勇警察卓西乡队长金淑明 现在许专委也欺瞒各个新任的干部 在民房团队的工作岗位上 能够全力以赴 积极协助花莲先的治安 交通等闺民服务的工作 从服务的思维出发 共创幸福城市美好花莲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